菩提心 菩提心就是中国世俗里面讲的劣志 人要不劣志 你这一生无论怎样努力 你们有方向 你们有目标 劣志就是立定一个方向 立定一个目标 我所有一切的精神力量都集中在这个目标上 我一定要达到 佛家叫法心 你立下这个目标 我一定要断烦恼 烦恼就断断了 我立志学法门 这法门就真学了 我立志要成佛道 敬重往生就成佛道 比其他的法门容易 其他的法门 要把三种烦恼断掉 无名烦恼断掉 沉沙烦恼断掉 剑丝烦恼断掉 这才叫成佛 网生极落世界 不必 三种烦恼通通都没断 这个不容易 只要您能把烦恼扶住 它没断 扶住它不起作用 它起作用的就是一句阿弥陀佛 这就决定的事 在什么时候呢 在灵命中的最后一年 你看看妙不妙 一生做的行业不管你 最后灵命中时 厌弃那一身是阿弥陀佛 他就卧生 所以你来讲这个 太侥幸了吧 太便宜了吧 是 是便宜 可是怎么样呢 谁能保得住 灵命中的一年是阿弥陀佛 这个可不是简单的事情 所以祖师大德告诉我们了 灵命中是要有三个条件 你就斗具主 你给我上了 第一个条件是头脑清楚 一点不迷惑 如果灵命中是头脑迷惑了 家里人来都不认识了 那就麻烦大了 那现在将老人痴呆症 最恐怕的 你看灵命中这一念是 头脑清楚 有没有 不容易啊 正在这个时候遇到善知识 来劝导你 劝你念佛 劝你求生西方极乐世界 你要遇到这种人 这也不容易遇到的 第三 遇到的是听话 一听马上就结束 立刻就就就念 这就成功了 你参加用的了 感谢观看